1 2 3 2 3 2 3 2 5 2 2 3 3 3 5 2 3 4 4 押 ry 喔喔喔 One 叩尖 glove 是阿嬤啊 people 他們好像有說話 幹什麼啊,我聽不到 你冷藏 anda 嘿 欸 這跟滑 那有那種鬆滑 我也撞過 媽咪哭妳的大膽 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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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贏罵嗎 我沒有控制妳的 她怎麼讓妳丟了 我還要丟什麼 妳就跟她幾乎換掉了 衝鋒喔 衝鋒喔 塵鋒不讓征服四海 不論是青空外地 還是滔天大浪 不失敗不下竿 沒有斷線不回好 今天就跟著我 神老爺的腳步 回到溪流一級戰區 尋找前所未見的驚人羽種 展開一張精彩絕倫的 冠軍爭霸戰 人家有看到 這身的武衆大阪 今天大家駕劍身 從出江湖 今天要變成大恨一戰神 這有表這人家有做大汗區 現在今天來這裡要戰 因為我聽人說 這裡出現一種魚有做阿嬤 那些什麼給阿嬤 是不是說 說我吹秋 這裡有腰粉 還是說 他們這些阿嬤 很愛吃這種魚的 才會給阿嬤魚 是不是 我們請我們這個 道具的好朋友 就是我們這個 中部的第一戰神 鋒的 好 已經在那裡等我 好 大家來了解一下 行 想不到在台灣的溪流當中 還存在著如此神秘的魚種 看樣子又不要好好的來調查一番 只是呢 今天的天氣好像不太理想喔 風大雨大的慘況 絲毫都沒有要停歇下來的徵兆 就連大汗系的河水 也是相當的混濁 我想今天肯定要贏這一場激烈的惡渡啦 欸 馬斯爛 這一次喔 我幫觀眾朋友報告說 我又要重回這個 溪流的這個戰場啦 但是我 小心而已說 到底什麼阿嬤魚 我中魚 對到這樣子差不多二、三十年 就不要聽到什麼叫阿嬤 它是我們台灣的原生橋 最大程度大到六十公分 還有沒有 整個哪三百元 三百元 對 好 這樣事不宜遲 那這種梯 但是我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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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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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經過洪國的加持之後 大國的信心滿滿 一路往河邊挺進 但是越 farm 除了天候狀況依然相當惡劣之外 就連釣廠的環境也是捏捏不堪 想要找到一個安全的立足點 都相當的困難 面對這樣子的逆境 我的信心都快要被消磨光啦 這該如何是好啊 有沙巴嗎 是不是像虱目魚那麼大 你看看我的鍋子又那麼大門 想要釣到像虱目魚般搭的家 老爺我當然要有時候準備的啦 好 這道看我的 我絕對要親自征服著 南城的阿嬤魚 欸 欸 到底你怎麼 什麼東東啊 欸 渡滾我的必殺耳 啊 你要丟什麼 阿嬤啊 阿嬤 阿嬤用這個喔 你會說什麼啦 蛤 對啦 路徑隨俗嘛 我們意思是說 我們這裡如果滾滾 這裡不好阿嬤 阿嬤絕對 連連跟你換就不要換 是怎麼說 是怎麼說 無垢啊 阿嬤無垢 這裡滾滾滾滾滾滾滾 滾滾滾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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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幾歲阿嬤 無垢 無垢 這隻整座海撩撩了 想不到咱們的阿嬤魚 居然不喜歡吃秋雲啦 提到鐵板囉 你那個圓寺喔 怎麼會這樣 開開喔 開開這樣放開 這樣圓寺開 開 開跟其中起來 還有利弊 我找水流的一個就像現在這樣 如果其中起來 它那個抗水壓 去壓下去 去補開 沾會比較慢 我現在開開分散 你才會沾到沾會比較快 這樣喔 這樣集中起來 你叫我們漸水的就不一樣了 就沾到沾會比較快 咬籤的重要性 一般吸掉的釣竹 都會調整咬籤的重量 來決定做釣的湧成 而咬籤擺放的位置 也是影響釣況重要的關鍵之一 通常在水流較急的情況之下 可以將咬籤分開配置 讓水流的潔面積變小 使同樣重量的釣竹 得以順利下沉至目標區域 不至於受到水族的影響 而飄到水面 釣 來 要等我上魚了 好 客人啊 真的是太神啦 沒有想到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 居然讓我率先種魚啦 底層 底層 沒滾到 沒滾到 這跟阿嬤 喂 啊啊啊 這姓阿嬤 欸 不像啦 這枝頭啦 啊 我的老朋友 我用肚子 怎麼會這樣做 這枝頭啦 用肚子就像這枝頭對不對 對 吊大 沒有想到誤打誤狀 居然讓我釣到了這位可愛的 這枝頭小baby 聽阿虛說 他可是和我們的目標魚 阿嬤魚 住在同一層樓的喔 看央子老油窩已經鎖定住 風級的區域囉 接下來 嘿嘿 就等阿嬤 來煮老樓旺囉 嗚 不夠冷的啦 喔 真的是摳賤人的 我們阿嬤 哈哈 欸 那邊好像有狀況喔 什麼啦 阿嬤 阿嬤 我,我... 我的天啊 欸 那個跟屁毛啊 怎麼玩這種木頭 馬捆火 這枝頭的鯪 生氣非常兇 好 好 這個廟喔,這個廟喔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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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兩隻腳 台湾 咱們好像有狀況喔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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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中了 怎麼會打中啊 死了 我把你過來 你怎麼 我聽不懂 你說什麼 不要中了 什麼是一個 好棒喔 洩洪喔 威力啦 這裡上游是石門水庫啊 對啊 白癡啦 那上面石門水庫喔 對啊 對啦 石門水庫啦 石門水庫啦 要不要洩洪 快點啦 那麼高潮啊 竟然遇到石門水庫要洩洪啦 實話說得好 追悔無情 這可是有關生命的安全問題 不能大意呢 大伙還是趕緊收一收 換生啊 吃蕾夢 痠 這大爪爪爪起來也是趕緊夾騰的 趕緊夾騰的 啊 不要趕緊 對 這樣要怎麼辦 啊 等水庫才來啦 現在沒辦法了 喔 還等到水庫喔 沒辦法了 喔 拜託說明了 對啊 就把我們關腳一下 真的是出師不力啊 雖然一開戰就遇到了極大的困境 但是呢 尋找阿嬤魚的任務 可不能就此停下腳步 經過多方的打探之下 聽說 集集特有生物研究中心那邊 有怪語的消息喔 好 就趁這個空檔親自跑一趟 說不定就那一塊 阿嬤魚的如山更面目 哈囉 葉教授你好 你好 陳專輯 你好 聲音說 我知道你這樣年輕這樣飄圈 沒有 沒有 不敢 不是 是這樣啦 我們一些隊友 有告訴我 報告你們這裡 有釣到說 一種新的品種的魚 到底是嗎 不是 不是新品種 先外國來的新朋友 還沒體現又不熟 可能比山科大腿還更大 我們圓圓沒有 有時候要看看嗎 好...快點... 事不宜遲 來吧 位於南投級級的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長年來呢 致力於生物資源的研究調查 對於我們台灣的生物 多樣性的保育研究方面 下足了不少的功夫 在此機構的研究人員 對台灣出沒的一些新品種生物 都會主動的介入觀察 是維護台灣自然生態的 重要單位喔 我的天啊 欸 這跟... 怎麼有這種網我怎麼看過 這...我們台灣沒有這種網 這是外國來的朋友 外國來的這對來 澳洲 澳大利亞 澳洲 澳洲怎麼會的 沒有什麼 我們在釣 那是什麼突然釣到 這...你看 兩個兄弟 兩個兄弟 一個叫黃國泰 一個叫黃國翁梁兄弟 黃氏兄弟 在投射的地方 後年去 開著自己的魚爬去釣魚的時候 釣到這隻澳洲來的寬希蔓 一直取在熱帶著 我們在台灣 我們台灣本來沒有這種 我們台灣本來有四種網 不然包括這種 像他這樣子 這個也是外來的族群 對我們這個生態 會造成什麼樣的那個影響呢 目前喔 這隻澳洲看起來 因為我們繡榮 也不知道多少 所以 新政府要去看繡榮到兩個 第二就是說 牠這隻牠的生性非常兇猛 牠會去吃 一堆牠的原生魚種 小魚小蝦 彈蝦 所以這次繡榮 30幾天左右 可能對台灣 還有牠的原生魚種 的數量會影響 OMG 我沒有想到 咱們風情秀麗的日月潭 居然有這麼可怕的 福州巨怪 真的是讓我嚇了一大跳 這要是讓牠在台灣的水域當中 繁榮開來 我想咱們台灣原生魚類 肯定會經歷一場恐怖的災難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對 寶育類的 這叫做台灣高生殘酸魚 本來是寶育類的 高著貝女生一定解禁 福州啊 我這樣一邊看 你們怎麼可以 這麼多台灣原生種魚呢 我們就是做些什麼研究 這個研究叫河川生態研究室 你看這個名字 我們剛才研究台灣的河川生態 一些問題 第二就是我們要做一些 游泳能力的適用 游泳能力的適用 對 就是這隻魚 到底魚外可以受多近 可以受多久 甚至我們台灣很多 魚在做藍沙霸 藍沙霸 藍沙霸之後就做魚道 不過做魚道 魚道想用 魚去用 不是人用 不過我們去魚道的時候 我們不要問魚魚 到底魚可以受多近 可以受多久 對 很難問魚 所以設計出來的魚道 魚沒有辦法用 不是八到一半就沖 沖下去 快沒有就跳不過 所以不是針對我們台灣 本土的魚有用能力去釋 所以我們希望 把台灣一些原生魚種 有用能力 一個一個做 一個時間做出來 為了保護台灣的原生魚類 葉教授可是下足了苦心 日一階的研究 就是為了讓台灣的自然生態 能夠深深不息地 歡迎下去 也希望保育的工作 不單單只是相關研究人員的責任 每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的面部之力 讓台灣的河川更加的美麗 博士 你們這個中心 研究一段時間 你有發現 我們河川的生態 有什麼魚種突然增加 什麼魚種 這就是在減少 我們台灣目前河川生態 主要面對的問題有三個 大問題 第三個就是水汽菇醬 這個就是漆裂破壞 對 漆裂破壞 對 像我介紹 來投一個大朋友 你看 你買這種魚好嗎 這就是我們家 我們國鄉的 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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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結果放了一段時間 比較大隻 也比較壞 還沒有天地 還沒有天地 所以他把酒餅 桌子 比較小心 他把魚類 換給他幾乎 想不到同為台灣原生中的 河四奇葩 來到了中部 竟然成為溪流中的大惡霸 所以在此真的要呼籲大家 放生雖然是一種美德 但是不當的放生 卻會對生態造成極大的破壞 所以當我們在放生的時候 一定要了解魚類的喜性 將牠放置在正確的位置 才不會辜負放生的美意 哇 老闆啊 這次來這裡 真正有驚訝 聽博士在介紹 這樣說 想不到說的庚子 對我們溪流的生態 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說到庚子 人家你有注意到 他那種兩支青 那不是這個老口口 和阿媽魚 如果說到庚子 我台中有一個好朋友 我叫阿達 他對這個卷宰 了解得非常透徹 好 大家請教一下 聽 好 整張好好的 沒錯 這個發脆臭的庚子 一定就是我要找的阿媽魚 OK 事不宜遲 馬上往台中出發囉 My friend 這個 Yeah 長時間多漂亮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跟各位說 如果要找庚子 找他就對了 我們阿達 人家殺人 最近我們這裡的釣空 釣空怎麼樣 最近今天是大又多 什麼 大又多 大又多 大又大到什麼程度 我找你來看我最近這兩個抓去抓 不要不要 我找你來看我最近這兩個抓去抓 有嗎 好 人家 對我阿達 來看 他們阿達 釣魚的經驗已經超過十幾年了 他的足跡遍佈台灣各大河川溪流 早年還曾在釣人雜誌當中 鑽寫專業的釣魚文章 研究各種西釣的釣技 是個能聞能聞的西釣高手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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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呢 這是什麼釣的 這都在釣的嗎 這一次釣的而已 一次釣的而已 一次釣的 一次釣的還釣的 這樣嗎 一次釣的只釣一百分 這一次釣的而已 整體不下去 沒有東西 老大再釣 我太誇張了 你都釣的 這都釣的 這就OK 我們呼吸的那個群 變成好像以前我在釣的西哥一樣 變強勢魚種 超越它的數量 你不要去看 我們正如果釣 cross 播放菊就聣了 對對 것哇 都釣到了 都這樣 都一樣 哇 我以前釣已經時候 那種來放菊子 那種種香ho 這栽培條 蟑螃�äТ 看到這滿滿的漁獲 我真是撞不掉了 趕緊出發來去烏溪 小心雨下 這群囂張的羹仔大軍 大哥 嘿 今天這條鞋子叫做OK 我們中堂公路不是在旁邊 對啊 在旁邊而已 嘿嘿 在旁邊不是在旁邊而已 這一段就是也是烏溪的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 北港溪跟南港溪的交費口 誰叫做烏溪 烏溪 因為他們今天上頭有出水 所以你看 明布其實OK 烏烏烏 烏又烏 水也大 水大了還有夾了 我們如果要丟 要丟一塊鞋子 比較有魚 這個經驗判斷 我們一般中也要丟 沙蟲比較多 因為今天沙蟲已經是 已經都變成強鞋子就對了 所以我們也是要在 在激流中要找比較環流的地區 找環流地區 他鞋子這個時候 水大也會針對比較煩惱的地方 點什麼味道 對 他不喜歡激流 對 他不喜歡激流 米比較淺水的地方 河四吉巴這種魚類的話 事實上 他在我們的河川裡面 他不是喜歡很激流的地區 不像荷花那種 不一樣 不一樣 荷花是四流性的魚類 那河四吉巴 他比較喜歡待在那種環水域的地方 他為什麼喜歡待在環水域 他除了他是理科之外 他最大的原因 因為最主要是他的食物 他的來源 食物來源 他食物會在 像我們今天模擬的這個 水族箱的實驗裡面 你看 我們裡面有蝦子 也有小魚 那也有石頭 那你看 所有的蝦子跟小魚 都是躲在這個石頭裡面 石頭縫那邊 對對對 所以他在激流中 假設他是在激流中 他是根本吃不到 他是在環流中 四吉有中 往极有的邊緣 去把那個小魚 把它做一個掠食的動作 你現在說的是鹼水 我們現在模擬溪流 這些溪流都有漏 對 有漏 這樣我們荷石其巴 在溪流裡面 它還有什麼情形 我們現在做一些試驗 好 我們電力開下去 我們這個水族箱裡面的一個試驗 我們的水是從這裡流 都是這個漏子的邊緣 它其實底下是從這邊往這邊帶的 那個就變成一個流就對了 這邊是漏頭 漏頭 這邊是漏頭 漏頭它的水能量會比較大 那能夠待在流頭的石頭 相對是比較大的 那在流尾會堆積 水流能量的末端會堆積的 都是這種小石頭跟細砂 它變成一個回游區 對對對 這種就是回游區 所以 和四吉巴 它是最喜歡躲在這種回游區的地方 在了解了根阿的棲息地之後 也讓我的信心飛增 為了對付這些爆發力十足的 凶猛巨物 我還特地祭出了超殺的萬能 Sport 看來今天肯定會有一番激烈的大戰了 很奇怪 這樣 那邊人到這裡的人整部 連土也沒有 證明說我們這個 Sport 在這邊是拍不上用場的 這個 下課啦 好 來去看阿達蠟 它到底準備什麼東西 欸 你在做多改呢 這是YD 5G 哎呦 我聽說嘛 哇 那怎麼鋪到這樣 哎呦 早說嘛 賣天 哈哈哈 國民掉了 耶 我跟你說 今天我的 我的Spoon 嚕牙 下課啦 這個 比我連 太肉了 對對對 我是說 我是說 這樣 去到家裡說人 看看 好 這樣我 看著麥聽我就知道 怎麼到了 好 了解的 好 了解 OK ショータイン 一般在東部 我們在丟群有兩種頭髮 夾鵝 跟國鵝 我們現在用Spoon 來試試看 為了證明咱們無心的群 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我們特地準備了夾鵝 蚯蚓還有麥片來做測試 結果一連串的試驗之後 我們發現 夾鵝跟蚯蚓 對這群貪吃的群仔大軍來說 是一點細膩都沒有 看樣子有必要 祭出咱們最終法寶 賣片來給他試試看 哇 真假的 哇 在那邊刺到這樣 你看 在那邊頭腳那邊 很滑 很滑 清亮亮 都滑來滑來 所以你看 他有這個吸食的習性 所以我們以這個習性 來演出很多種的調法 像我們今天的位置 他是用麥片的方式 站對他的吸食的習性 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在 他的釣場裡面 我們撒下了很多的麥片 那是不是像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他全部都聚集在這個地方 做吸食的方式 我不用是因為說這邊躲一條 我去釣那一條 反而是我把所有的魚都 集中來 對 集中來一次把牠釣起來 雖然利用麥片 可以大大的增加種魚的機率 但是 我們仍然要心存保育的觀念 只帶著我們需要的數量就夠 千萬 不要將牠們一網打盡 好 收拔 呦呼 但是我還有一種不給他打盡 怎麼打盡 嘿 阿公什麼 沒有聽到 我來這裡六公 我去那裡就去釣魚 分別處在什麼地方 好 咬大咬 我在銀拔嘛 我沒有控制你們 咬到沒有 你丟掉了 我還要丟到 你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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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什麼東西 還沒有講 我還要這項東西 我的秘密武器啦 這需要怎麼動 你給我看一下 我爸爸 我爸爸 沒有啦 這米酒啦 米酒的喔 對啦 對喔 這個感覺好強喔 我們這個麥片有先泡過水 讓它蓬起來 蓬起來 我們現在的米酒再倒下去 再倒下去 一定的就對了 對 倒下去 淹過這個麵片就好了 就是我們這個高度就可以了 哦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我們把它切切 讓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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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怕它沒去頭 你讓它去頭 最好是讓它發酵 再讚 這樣嗎 變酸也沒關係 變酸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理科 這種機器 是醫院的垂吊技術來講 它的味覺很強 它對於這種 有帶點酸性的 其實它有 有蠻大的那種興趣 那個味道也比較強 致命的吸引力 因為今天水比較滑 今天水比較滑 你基本上就都看不到這個味道 所以我們 那麥米酒的水 這個要不然那個味道又散開 它這塊味道的東西 它才會順著這個路線 求吃 齁齁 砍漾師 今天有了這款酒娘麥片的加持 肯定會讓我掉到手發軟 看我的厲害 改名 現在開始 第二項 我的鋸匙 開始拿出來煎 哇 我的醜鋼 這醜鋼 如果在柚鋼 柚柚柚 哇 嘿 有看嗎 10塊的 嘿嘿嘿 可以看便室就好啦 聖哥 有 你丟鋪鋼耶 也是啊 要專業耶 你只要丟鋪鋼也很好丟 對 現在我請教你 你們這麥片 要高幾片 剛才好 一般的經驗是三片到四片 三至四片 普通什麼你都丟多少錢 一般你丟都比我們 實際的水深還多一塊 剛才NG留到垃圾就好了 剛才NG留到垃圾就好了 這樣我丟好水 這樣可以丟了嗎 聖哥 我跟你說 今天用這個不好 這波今天不會丟 我這樣沒用氣場 什麼 你不會拼的就是做什麼 我們今天水爐 有種魚吃不到 我吃不到 你丟到不會拼的 我這樣加了 加加酒的時候 你會丟什麼 是我們要做SR的 把魚丟過來 不要 My friend 你用那個 整波是要做SR 什麼外面我們不太靠 你剛才說 我才知道你那麼快 對 這是不是要丟的 也是會用到 但是我們做SR比較快 早說嘛 既然有SR也不早點 出來別再拖拖拉拉囉 趕緊丟一丟 不然再槓龜 我想打到恢復啦 你說要說SR 這樓這麼刺 要怎麼說 聖哥 你看這裡 現在都很刺樓 我們還有一個設定的標點 現在都刺樓 我有跟你說過 鋼還是卡在一卡 煩樓水的地方 是的 所以你要看這整個樓 整個都是滴滴流過 我們看到的水位那邊 我們就找那個 急流跟環流交接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要打的SR 我們不可以對這個 煩樓水把它打下去 我們要算它 慢慢下沉的速度 放進到一個地方 喔 你要算說 樓水大瓜那個 交接的地方 沖下去 我們就釣那個 是 是 是 你要算 計算一下它的潛質量 哇 真的是讓我恍然大悟啊 原來打SR 不只要觀察水流的方向 連幼兒的重量都要精確地掌握 嗯 阿達 I fool you 講魚喔 喔 喔 講魚 啊 也不是 這個就是OK的特產啦 OK的特產 人家說 嗯 嗯 一般我們釣的SR 顏色比較深嘛 只是說它是無錫的特產 喔 無錫的顏色比較 比較 金黃色的 對 比較漂亮 喔 這BlingBling的黃江蓮 可是厲害的魔術師喔 為了保護自己 他們會隨著環境來變色 是個不容小氣的傢伙 喔 阿達那邊好像有動靜囉 該不會是有中魚了吧 什麼 什麼 大不大 一般般 我送我的朋友啦 你就別客氣啦 光看崗位的彎路祥也知道 肯定是大悟 喔 漂亮啦 看到了 看到了 欸 小鹹仔 我這邊的鹹仔怎麼 好像比較瘦耶 沒有東西吃啊 為什麼沒有東西吃了 是吃光了 這條溪都沒有 沒有魚了啊 都送這麼多了啊 沒有生態了喔 對啊 沒有生態了啊 都沒有東西吃的東西 太瘦了 你看 這邊扁扁的 對現在還有青苔可以吃啊 對 底下也都被吃光了 青苔都吃光了 都吃光了 都吃光了 所以說你剛剛 就從東部那邊帶來這邊放喔 你看 反而是害了牠耶 我想在自然界當中 擁有一個完善的食物鏈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今天看到的無錫 就是因為人為的因素 讓原本的食物鏈 產生了失衡的狀態 所以漸漸的物種單一了 食物也越來越少了 長此以往 河中的生物 絕對會被毀滅殆盡 這是一個警訊 也是未來我們 所必要重視的課題 畢竟牠也是一條生命 對啦 雖然不是 不是被療癡的原生魚 那是外來一條 但是也是讓牠回去 也是放牠走啦 OK 拜拜 來 牽到你一個問題 我看你的肚子 好像不一樣 因為喔 整個 今天水比較滑 對 我們如果水清的時候 其實一次過一會沒關係 我就是過一會 但是因為今天水滑 最快快的方式 就是乾脆把它煎過 直接讓這個蝦雲 它的體質 直接流出來 我也是膠 中間這樣膠過 這樣穿過去 電腦膠 膠 對我們這邊 頭再膠下去 中間把它煎燉 頭也是一樣 它這個味道 突然就會散發出來 都記出了終極躲棍 這次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公仔 你們可要把皮繃緊一點 大家去戰神要出手囉 出手 漂亮 漂亮 咱們的阿檔 真不愧是釣蚵仔的達人 台國沒說就 居然他又被丟掉了 都真躲在中間 來了 快進來 唉唷 這隻比較大塊 好 雖然羹仔的體型是越釣越大 但是 他的身形依舊相當的瘦小 沒想到人們的無幸之過 竟然會造成如此的後果 看來一場生態浩劫 正在這混濁的溪水之中 殘酷的進行中 我剛才才想到 像這個 他的身形 就剩三個月 爆發你又很激 還有Q 這是不是人家說阿嬤魚 不是啦 這是人家說的和氏騎靶 我在和氏騎靶 可能是 現在人家 以前我們小朋友沒看過 現在看到一種魚 就給他做 好像老老 給他做阿嬤魚 對對對 跟那個是完全無關 兩回事 對對兩回事 你如果要找阿嬤魚 就在我們的大漢溪 還是基隆河才有 大漢溪 對 大漢溪 和基隆河 就是往北就對了 對 往北 什麼啊 沒得到整部 這個發脆笑的庚 居然不是我要找的阿嬤 哎唷喂啊 我的阿嬤 真的是找你找得好苦啊 看樣子只能再度回到大漢溪 才能夠揭開我們阿嬤魚的 真蜜面紗 阿嬤魚的 其實是最好的 阿嬤魚的 阿嬤魚的 我來了 老公 我來了 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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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這麼一個情形 為什麼 每次我要來見我的阿嬤 不是風到風 氣溫 氣溫又把他抗五度 每次一波又三折 那給我平平地 這是到底什麼 今天是有宰賊賊到我們阿嬤還是沒有 哇 機會可能不大 你真是挖著 我整個心都這樣 好像焦糖 才不會肚子 夏連山的壞消息 反而更加激起了我對阿嬤魚的好奇心 就是要克服了沖塵的困難 得到的果實才會是最甜美的 OK 開戰之前 還是先來跟宰賊打探一下 阿嬤魚的相關內幕 老大 阿鳳會說你是身在地兒 一生你就住在這裡 阿嬤魚是當時出現我以前 怎麼也聽過 前來聽說有今晚要絕種 是怎麼說 要有人富裕成功 要拿來榜後 你小時候只有阿嬤 有一陣子快要絕種 有人拿去富裕 對 後來就是有放在這裡 然後大量繁殖 這個水域算是 以前他的故鄉就對了 原來在早期的台灣溪流當中 阿嬤魚是一個相當普遍的魚種 整個北部的河川 都可以看到牠們的身影 一般來說 阿嬤魚還具有 欸 嗚 阿嬤魚 重量 我太少 tenho 我太少 我太少 看錯 我太少 你哪個恺 spicy 你痛降 你這樣鼓 uncontroll 太少了 我太少這樣 怎麼這樣做太担 你就當頭 抛到 又撩上去 先下手會搶你 這傢伙 白高興一場實在是 我說你們這些別再玩了 趕快調味的阿嬤一上來 給大家瞧瞧吧 好 剛剛西津一場 結束 我們現在就是 剛才我騎那個圍 對 對 好 你有覺得今天這個氣氛 有什麼不同嗎 你看看 現在好像比較爛 沒有真正我來的時候 蝴蝴蝴 蝴蝴這樣 很冷 對 阿嬤她就是要你天氣 對咬 溫度越來越上升 她的那個所有的狀況 就越來越強 媽咪可能會大咬 大咬 好 等什麼就是這一刻 好 開始 兄啊 哈哈 看樣子幸運女神 已經開始對我們微笑了 大伯可要把握著難得的實際 一定要揭開 咱們阿嬤魚的生命面紗 我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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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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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嬤 我有 阿嬤的 阿嬤出現了 來 白白 這都是阿嬤 真的 阿嬤 小baby 這麼大還小baby喔 對啊 給我看一看 千呼萬喚終於釋出來了 我們要找的就是他啦 江湖中傳聞一舊的阿嬤魚 原來長得這麼可愛 阿嬤魚它的中文名叫做 圓吻固 所以固名是一 它很像固魚 但是它的嘴巴 是比較偏像圓形的 所以這種叫做圓吻固 它也會著食石頭上的附著性藻類 不過它生性非常比較兇悍 它也會去蜜食一些 比較小型的台灣的魚類 所以它在跟它公寓的魚類來講的話 比較小型會常常變成它的食物 今天這樣喔 它好像沒什麼東西吃 你是怎麼把它丟起來 趁哥等一下 我帶你去看我的蜜蜜在哪邊 快點啦 對啦 你的蜜蜜有趣 這隻啊 這個還有大蒜麵包 這是麵包穴喔 做S用 做S用 你這個怎麼用 等一下 要嚼一嚼 要嚼水 要嚼水 都不用什麼就是這樣就好 都麵包穴而已 用釣骨花的方法一樣啊 釣骨花也是用這樣 對… 你這個丟是我們海釣了耶 吸吊幼兒的標點 一般幼兒的施打 都會朝流頭的方向拋去 這個時候如果水流歸牆境 ASA就很容易被 沖離所設定好的攻擊區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最好將幼兒打在 急流和管流交界的漩渦區 讓幼兒留在漩渦區裡面打轉 來達到急移的效果 喔… 喔喔喔喔喔喔 漂亮… 有喔喔喔 那也太強了吧 這種嚇死人的暴發令 該不會是遇到了 香菇菊的阿嬤魚吧 喔 看一下… 對 看一下 喔 帥啊 這裡走動喔 喔 三八爬來了 唉唷 滾到阿嬤的… 喔唷 這樣都騙了 你看阿嬤 真的有人出租的時候 都拿來賣去 真的跟他三八爬 怎麼在這裡 ط verser 這道魚 妳的鞋可以嗎 還好拉 想像相似乎 來… 好 阿嬤師 大招一樣 大招… 大招… 大招架… 要pusسم 耶 放大招架 兩姐你蠻 Reynolds多… Edge Central 體積大 太重 阿媽你的後勁之強 真的是體驗過才知道 難怪能夠讓這一群人 對他愛不射手 連我也快愛死他囉 33.5公分 這隻最大的可以大一點嗎 我不知道 我們紀錄是差不多40出頭的公分 這樣可以啦 40公分 客人有看嗎 這位33.5公分的阿媽魚 還只是咱們的最低標準而已 看來大家還要加把勁啦 今天一定要遞到 我們說 撲到表演了 這樣撲 撲 撲的 撲的喔 超過30的喔 真的是有夠氣體啦 咱們的阿媽魚開始大暴走啦 撲的啦 別人在遞掉耶 撲的喔 有耶 我的天啊 大家加油 撲出去啦 在哪裡 Oh my god 各位觀眾朋友啊 你們要來拼拼禮嘛 這麼強勁的爆發力 哪能夠叫阿媽魚啊 喔 他的鐵爛 可不是年輕人耶 也太會跑了吧 呼呼 撲鼓勒 跑到了 啊 耶 你們這群人也太強了吧 看樣子肯定有秘密 瞞著我 還不快點給我從事招來 拖刀耶 小子 不要這樣招惱人啦 我來這裡就碰到 我去那裡就去抓魚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可能是你會抓住的問題 我抓住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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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檔啊 你浮標要去上游 大部分它是比較屬於靜態 喔 你看那邊一堆一堆人 對... 也都是用浮標啊 上游 上游用浮標的人比較多 喔 就比較減水的地方 我們今天看我們這個水域有沒有 水流比較強 對... 所以我們就要用 對... 空火的調法 喔... 但我們用對漂的 通常西釣有三種基本釣法 會因為釣場環境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 一般最傳統的釣法 就是所謂的沉底釣法 通常拋頭的標點 會位於水流的末端 因為等待的時間較長 所以就不容易驚動到魚群 另外像針對潭區 或是回流區做釣時 通常就會採用 浮標釣法 針對在回流區裡面 用這種浮標是很適用的 因為它就是 在這個回流的地方 它就是在那邊反覆在這個標點 因為一斤五來五去 目標又很明顯 對...剛好跟它在... 就是都是在這個地方 而第三種釣法 是所謂的枝桿漂流釣法 它必須在母線上面加掛木印 然後搭配水流的強度 來挑釣咬牽的重量 透過主動尋找魚中的方式 來提高重魚的機率 你這個不一樣 你這個什麼 鋪石頭 石頭比重比較輕 所以當水流在沖的時候 你的釣竹 這個石頭會沿著這個表層 這樣子往下滑動 它是滑動的 但是鉛的話 你有時候因為它的比重重 這個水流中間 有不同的水流數的時候 它的鉛因為比重重 很容易就沉到底下去 難怪我常常在釣竹 對 常常在釣竹 所以其實這是往往 我們在釣流線的時候 我們常遇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針對現場環境的變化 是是改變我們的釣竹 那種跟大自然鬥智慧的樂趣 就是釣魚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魚獲得多寡絕對不是重點 而使用正確的釣竹 釣到我們的目標魚 那種成就感才是真的無法比擬的 欸 現在是在那邊撿兩 你們那個雙尖刻同時釣魚喔 大小大小 在引拔嘛 我沒有空離你們的 那都給你釣了之後 我要釣什麼 不就把整個釣到咧 你們這些齁 真的無人心 也本一點賣味給我 齁齁 我也想體驗一下 跟這個火爆阿媽魚比豆的滋味 啦 有爆爆油油油 太好了 總算換我釣到啦 這呼嚕起來的爆發力 真的是太嚇人啦 好 聽 聽 還要擋啊 超愛煥惱 怎麼那麼重啊 有沒有自食感恩 不知道 老友啊 縱橫細調戰場數十年 還是頭一次遇到這麼強勁的對手 這片大汗溪流域 還真的是怪物群聚的恐怖禁區 不去啊 不去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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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這位幾乎也太頑強了吧 乘到現在還在奮力掙扎 完全不肯屈無在我的釣竿之下 看樣子我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啦 你在那邊釣好啊 我釣到 哇 阿嬤啊 喔 這樣釣欸 快啊 真的啊 撞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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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過來 過來 後來不要吵了 穩住 好好好 滿意吧 滿意 哇 這大汗溪的阿嬤魚真的是太可怕了 不但瞬間的爆發力十九 就連散工之後的持續拉力 也是無一輪比的 今天總算讓我大開眼界了 確實話 怎麼會穩住 穩住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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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到最后的结果 老友我总算达成穿梭了 看到这两位可爱的阿玛姨 之前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 真的要感谢这条美丽的溪流 让我充发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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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准备到这么多万钱 一斤而已都拿 对 妹 都厉害了 两个加价 刚才两个加价 拆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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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来 这样多少 我轻轻 还不知道 这样有什么 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 这即将消失的阿玛姨 终于再次恢复了蓬勃的生机 能够成功的富裕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够达成的 我们应当更加的努力 来维持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让台湾的溪流 永远绽放着无限的光芒 我们中到的 我们就要把方向 对啊 如果你说的 之前不是有快绝机了 后来大家这样有心的 再富裕 然后放油 都有没有 坐起来先拆 我们就帮到正平时 你现在都弄两个 你看看 都妈妈 好看 浩瀚的海洋 雨种缤纷令人眼花缭乱 大海虽然无垠 但支援确实有限 这次的行程 这次的行程让我们了解到了 一个水域生态系的发展 可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但是要破坏它 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们对于台湾的溪流保育 一定要坚持不以大量捕获为目的 也不能随意的放生外来雨种 唯有如此 才不至于养成生态的好绝 维持台湾溪流生态的多用化 是最主要的目标 我们每个人 都应当尽自己的面部之力 让自然界的生态 能够平衡的发展 循环下去 停了 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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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social 天车 天 eye 天安全